中和區帳和國中手球隊歷史悠久 日前遠赴西班牙參與托里蘭諾國際手球分林錦標賽 在16U女子組、16U男子組及16U女子組都獲得冠軍 學務主任陳振雄表示 這次比賽也寫下對史上輝煌的一頁 14U女子組選手古希婷分享 這次在國外比賽遇到的選手仍高馬大 相對於國內對手更難進行防守 過去來講我們其實也有出過到歐洲比賽的經驗 那這一次算是歷年來參加對數最多的 也是拿到金牌最多的一次 對那對學校來講算是應該是在 手球隊在張和國中已經40多年了 這一次的成績應該是最輝煌的一次 那這次其實能夠拿到三個冠軍 其實對孩子們來講都是一個非常不錯的經驗 從103年成立了體育班之後 一直到今年已經將近快要10年的時間了 那透過體育班的一個密切的一個專項訓練的一個密切的訓練 給孩子這些孩子對手球有興趣的孩子 能夠在一個比較完整的規劃跟訓練下 那從這一次的比賽成績 我們相信在這樣的規劃底下 對孩子未來這個在手球上面的發展來講 是一個非常有幫助的一個方向 對 比較不好防守因為他們的身材優勢 就是比較陰握門很多 所以防守上面就是可能會比較難守住 所以你就是開始 你就有做剛剛那一些動作 當我們講的是那個動作 所以你做了什麼樣的動作 我個人嗎 對剛剛就是你一開始講那個大字型的 但是就是 呃 在國外比較難成功 應該是說那個動作就是很難成功的去 守到但是可以阻擋他側門的角度視線 運動選手遠赴他國比賽 首要面對的就是當地天氣狀況所帶來的影響 時差飲食等各方面也是需要克服的問題 16U女子組選手由子榮表示 當地太陽比較強烈 空氣也比較乾燥 同學們也透過意志力來克服天氣狀況 陳振雄補充 天氣問題有賴於平時教練的訓練 雖然有短暫適應期 但後續很快進入狀況 我本人是沒有什麼太大的不適應 是只有他們的那邊的天氣 他們太陽比較比台灣還要更大 然後比台灣還要乾 就是只能硬撐過去 好那因為在西班牙的天氣跟台灣其實落差很大 那孩子們一開始到的時候 其實在適應上花了蠻多時間的 但是因為我們的孩子在國內 其實在教練的平常的訓練下 其實像他們現在也是都在太陽底下在訓練 所以其實他們對天氣這個部分來講 即使再怎麼熱其實也是都還蠻能夠適應的 本場賽事以16U男子組 報名參賽隊伍最多 競爭格外激烈 張和國中手球隊選手也從中奪得電軍的殊榮 台灣隊伍在脫離南諾國際手球分林錦標賽 拜託下三座冠軍及一座電軍 成績斐然 殊偉不易 記者蘇建民新北報導